大家好 月季叶片发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呢 就有非常多种了 但是呢 有很多新手画友在养护月季的时候 一发现这个月季叶片发黄了 就认为是缺水导致的 然后呢 就会马上给月季进行这个补水 但是呢 我会发现后期越焦它黄叶的越厉害 折住的话呢 后期就越长越弱 甚至是出现死亡的现象 那么我今天呢 就来教大家如何判断这个月季啊 它是因为缺水导致的叶片发黄 月季如果是缺水导致的叶片发黄 那么它一般发黄的这个部位呢 都是从底部开始的 就是从下部的叶片逐渐的向上发黄 而且这个黄呢 就是干黄 而不是湿黄或水黄 只是一种干黄 然后逐渐的向上 然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脱落的现象 那么这种情况才是因为缺水导致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补水才更利于它的生长 不会造成任何的水伤呢 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应该先给你的植株呢 先给它喷湿一些水物 让它的叶片呢 就能够吸收一部分的水分 然后呢 给它在盆土里面浇点水 这个时候要注意 不能够完全的浇透 不能够浇过多的水 因为这时候盆土缺水非常严重 如果你直接大水慢灌 会导致它吸水非常的快 然后会出现一个撑爆根皮的现象 我们最好就是先少量的浇水 让它的根系能够慢慢恢复它的一个吸收功能 能够吸收到一部分的水分之后 我们大概隔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再来给它浇透水 这样就可以了 在补水的同时呢 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为你的植株补充水分 就会避免它再次的发黄了 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判断叶片 是否是因为缺水导致的叶片发黄 还有后期的一个处理办法 我们下期见